北极人民的动手能力有多强 捕鱼打猎不算啥 做工具盖房子也不算啥 他们居然还能自制弹药 你敢信 更离谱的是 他们出去狩猎一次 就足够两个人吃一年 那么他们究竟怎么自制弹药 又猎到了什么大型野兽 答案即将揭晓 住在阿拉斯加伊格尔河附近的大山 他的动手能力真是YYDS 你能看到的所有东西 基本上都是他和女朋友完成的 捕鱼 打猎 采集 盖房子 设计工具 样样精通 就连子弹都是自己亲自完成的 在我们看来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可对大山来说 这都是手拿靶掐的 只见他将火药倒进去 紧接着点燃测试是否干燥 然后打开装置 将火药倒进撑凉勺里 用天平撑一下 这个步骤十分关键 多了会送自己上七天 少了会没有威力 测量好后倒进弹壳备用 最后再将弹头放上压石 完成后用手转一转 还挺结实 在北极 能自己动手做的东西 是绝对不会去买的 这里的子弹一盒价值60美金 而他自己制作的话 每颗子弹的成本只需1.5美元 只要将每颗子弹物尽其用 就能补获一年的食物 一切准备就绪后 大山带上装备 前去猎麋鹿 你都不敢想这里的麋鹿有多种 平均一只鹿居然有1500斤左右 果然地广人稀 大家吃的都很好 麋鹿身上有大山需要的 蛋白质和脂肪 猎到一只一整年都够了 遗憾的是 大山这片区域的麋鹿并不多 想要找到 带花费巨大力气 大山发现一些麋鹿的踪迹 应该是一头母鹿带着一头小鹿 麋鹿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群居动物 所以这附近一定还有头熊鹿 大山打算利用喇叭模仿鹿角的摩擦绳 以此来吸引熊鹿的注意 大山来到一处沼泽 这里水源丰富 食物充足 简直是麋鹿的天堂 遗憾的是 天色渐晚 留给它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它必须得抓紧时间 为即将到来的寒冬 储存足够多的肉 看它的表情 应该没看到麋鹿 不过来都来了 只能去碰碰运气 大山一边走 一边继续用喇叭发出摩擦声 凭借着丰富的经验 大山最终在沼泽旁 发现一头年轻的熊鹿 遗憾的是 距离有点远 不在设计范围内 熊鹿的听觉很灵敏 它赶紧蹲降 小心翼翼的上前查看 麋鹿正在沼泽中喝水 它打算将它引出来 麋鹿不为所动 可天马上就要黑了 它不能再等了 大山走上前 发现麋鹿真的领了盒饭 但它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麋鹿深陷沼泽中 距离岸边有27米 想要将它拖出来 真的非常麻烦 显然自己是无法完成的 只能做个记号 回去叫人 等它和鹰子再回来时 天已经彻底黑了 为了防止被棕熊偷袭 两人还带上了步枪 并且生了堆火 用来吓跑那些 没见过世面的野兽们 一切准备就绪 大山进入沼泽中 将绳子系在路角上 另一端系在炼锯脚车上 希望能拖出来 果然科技改变生活 不然光凭人力可就难多了 拖上来后 两人立刻进行处理 这头鹿最有价值的部位 就是内脏和大腿 不仅营养丰富 而且口感极佳 此时天色已晚 它们只能将内脏带走 剩余的凝天再来处理 希望不会被其他动物截糊 鹿肉实在是太多了 光凭人力般的话 实在是太费时间 所以大山一早 便做了个带轮子的血敲 再带上几只狗 就能将所有鹿肉拉回来 看得出来 狗子们很兴奋 两人三狗上了船 来到目的地 好在只有几只乌鸦 肉还完好无损 大山首先将两条后腿卸下来 然后让狗子们拉去岸边 它们要走1.5公里才能到达 最后它们只用了一颗子弹 和几升汽油 就获得了一整年鹿肉和蛋白质 虽然猎鹿过程让它筋疲力尽 好在结果很完美 这个秋天最困难的部分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 只要将剩肉熏制好 放在储藏室保存 就大功告成了 冬季来临后 也不必为食物东奔吸走 吃腻了 再去猎点松鸡和野兔 生活简直不要太爽 这就是北极居民的日常 它们基本上不用金钱 需要什么 自己就动手做 做不出来就以物换物 它们过着与世隔绝 自己自足的生活 如果是你 你愿意生活在这儿吗 欢迎留言